《华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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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 都非常的激动 非常不可思议 李安导演在这个 华人电影里的这个位置 他拍出过的那些电影 我觉得影响了很多这个 电影演员、电影导演 特别激动,而且特别兴奋 人生中最激动的一天 去见了那个活在神话 一样的人物 李安导演 把这个花 那咱们就进去吧 我们去年在这个 不是,金马奥我们就见过 我介绍一下 都是演员吧 对,他们俩都是年轻的演员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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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陈毅 陈毅 成功的陈毅你的一 上海戏剧学院 我是赵志伟 但我是学跳舞 热爱表演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 我想请您给咱们谈谈 就是说怎么 就是一个年轻演员 刚入道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个剧组啊 什么的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想做演员 不是不够帅了 不是不够帅了 英文不行 英文不行 演不出来 那时候在美国求学的时候 后来就改做导演 这在我的心里 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说导演是做演员的退一步 我觉得演员呢 刚开始的时候 尤其是新人的时候 是我最喜欢用的 是他们的纯真感 当然我要挑有天分的 光纯真没有戏不行 就是这个戏里面 戏里面有戏 不是我把他们捧红 或者把他们调链出来 而是说我捕捉到他们那个 青春的气息 纯真的气息 我就是对于年轻的朋友们 刚刚进剧组啊 我觉得最重要是 不要太早丧失那种东西 为了取悦大人 要做一些表演 因为你表演的话 你演不过有经验的 对不对 那你们最最长的地方 就是你们的本身的气质 青春的气息 赤子之心 你好好把握住 就相信导演告诉你 剧本告诉你的情境 让你的内在的东西自然去散发 不要太急着去演戏 我觉得那样的话 很容易沾染一些习惯 将来要去掉的时候 反而是一种障碍 就像汤伟他们都是 在您的电影之前 没有什么表演经验 你是怎么发现 就是说他们有这个天赋 并且选到了他们呢 第一个他要上巷 祖师爷赏饭吃了 这光长得标志还不行 他还得动人 还要摄影机捕捉他的时候 光打到的时候 装画上的时候 他有一种神采吧 所以我对那个比较敏感一点 因为我的电影 得靠这些来表达 所以这个第一个很重要 第二个我就是看他们 心里面对戏的感应 他是不是演得多怎么样 我倒不太在意 就是我跟他讲话 他那个眼神的专注 像汤伟 我看到他我就知道 就是他 在所有的最后绝选的那些里面 他表演也不算特别出色的 可是他听戏的那个眼神 我知道就是王家芝 我就有那个感应 当然最后演戏上得调教他 可是那个 他本身的气质 跟他相信戏的那种神采 那个是我要保留的 那是天生的 那你觉得你对我的第一的印象 我冒昧的问一下 冒昧的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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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觉得如果 我如果有幸能出现你的电影的话 你觉得我适合演什么样的角色 挺纯真的 你的眼神相当的锐利 相当的有神 这是你的那个优点 就是表演有两个事情最重要 我觉得不管怎么方法训练 他都不出两个原则 第一个是放松 对不对 你们上课也这样 第二个是专注 放松才能够专注 就跟打太极拳一样 如果你太想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力气都花在自己身上抗衡去了 你的力道发不出来 你的魅力发挥不出来 你对那个角色跟情节的信任的那种 那种专注感 你的专注会影响到观众看你的 他的专注感 你自己都不信的话 观众更不相信 你自己都不信的话 观众更不相信 所以我们演戏就是一个 相信一个假的东西 相当的把它泥针了 就它那个人就活起来了 其实很多我们对表演的要求 跟训练 只是把你使的那个蛮件 把你放开 让你本来的能力 你的原力能够散发出来 因为那个东西对观众是 最让他们感动 最投入的就是一个放松 一些信愿 然后专注 数以非浅 他谈的很多东西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切众这个要害 我得承认就是说我们在李安导演面前呢 我也是一年级 收获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用很长很长时间去消化 然后也给我们这种非科班生的野生红人一些信心 上了一堂真正大师级的课 他给他幸运 李安导演 能找我演帝也就好了 那我冒昧的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 冒昧的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 就是 李安导演 就是一年级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 是教育的一个 我们跟陈老师很多老师来学习 他一定是很好的老师 他一定是很好的老师 对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 很好老师 我们团队里面有最强的 有最弱的 当一个团队和另外一个团队去PK的时候 你觉得就是把我们的团队最好的都拿出来 跟对方的PK 还是要综合素质呢 我觉得综合素质 综合素质 我觉得演戏很需要互相的扶持 你彼此演戏你要相信对方 你要扶持对方 你不能让弱的 像我这个片子有军事训练 他们跑步练 先到的人要被处罚 因为你让有的人落后 这是这么一个训练法 你们演戏的时候要彼此的信任扶持帮助 对 我觉得最好的演员不是会演戏PK他表现的人 而是他会反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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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的心得 所以你是一个彼此帮忙的 而不是竞争的 不是一个人在能直观自己 那是一个影视界一个很坏的习惯 大家抢戏 抢戏让看到了 表现自我做明星 这个在我的电影里面 我是不喜欢这样的 不喜欢的 就是我的演员里面哪个要这样的话 然后我就先敲他 我懂了 我们这个问题打开了我的心结了 谢谢导演 谢谢导演 来 志文您 导演您好 我也想问就是我是学跳舞的 然后非常热爱表演 然后但是没有表演经验 然后我想问您 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才会受到您的亲爱 我喜欢他们自然的气质 就是我们讲灵气 灵气对我来讲挺重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一再强调的 就是他入戏的这种精神 他对一个角色 对一个情境 他愿意相信的那种投入感 那个对我来讲是最大的天赋 好的 谢谢您今天的 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差不多时间到了 好好好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听说你们都是喜欢 戏剧表演 喜欢电影的 我觉得表演是一个 非常珍贵的一个热爱 也是一个很长时间 甚至终身的投入 我希望你们要保持身体健康 因为你们这样才用得到身体 还有你们的情感 你们要好好爱护自己 然后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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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们拍张照片 cleaned 每艘 别 tok 大量 我们拍张照片 谢谢观看